善知识的建立需要众生努力 作者 信愿阿弥陀佛者 完稿时间 2021年4月23日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资讯很发达的世代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是一位没有定性的小朋友 看到那一些擦边的新闻 会很容易犯下邪淫的错 但是如果你是保持正知正线正念的前提下 在使用网络 那网络多量如获至宝的文章会像大海一样 看都看不完 每天都有办法充实自己 我是在一个知识很贫乏的一个乡下家庭长大的 第一次去镇上的图书馆是高中朋友带我去 后来想自己去时 妈妈还不让我去 认为自己骑脚踏车去图书馆很危险 从小看的书籍只有堂哥看过的二首故事书 我非常感谢堂哥 是他让我有了一些故事书可以看 我非常的喜欢阅读 但我是在一个父母都是工人的环境下长大 周遭莫有任何比教会读书的大人在 每天父母对我说的就是去读书三个字 而不是以实际行动 买课外书 故事书给我 认字多后 家中有订报纸 报纸上的复刊文章 是我心灵的寄托 让我拓展了眼线 大概是小五 小六 才第一次接触电脑 学校安排的电脑课 班上三十几人 只有一位家里有电脑 不过国中也因为家里安了电脑 看了不好的影片 万物是一正一邪 有好处 就有坏处 后来反省 可能是我前世的修得不够好 有可能是前世中 我吝啬分享自己的知识给别人 或者是一位不够格 不好好教课的老师 今世才有难遇好知识 晚遇知识之感叹 大家求学期间 应该都有那众某一位导师 跟自己特别投缘的情况吧 我国一的时候有一位女老师 我真的觉得她特别的喜欢我 特别的照顾我 那半年我觉得好开心 老师会关心我的学习状况 告诉我如何学习 学习的目的 可是没半年老师就调走了 后来反省硬示我自己福报不够 累是业障太多 加上国小就范邪淫的关系 一连串互相有关系 因为业障太多 遇不到善之时 不断的制造小恶业 所以人一定要回头试案 诸恶莫作呀 否则也会把好运推到外面 我国小就因为莫大人的陪伴下 鬼使神差的误开起无马频道 真的有些隐鬼呀 一个小孩怎么会懂 懵懵懂懂的看到电视上播放谐音片段 而做一些谐音的事情 虽然长大期间 母亲会告诉我不可以在外面乱来 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事情会跟福德 运气 功名有关 所以我没有很在意 如果母亲能多懂一些佛法 以因果论来告诉我原因 恶果 会好过只有那一句不可以在外面乱来 各位母亲 一定要观察你的孩子 每个孩子度话 劝说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的是和命令士 有的是和寻寻善佑士 有的是和跟他讲道理 孩子带到了世上 要让孩子建立正知正现 否则就是造了一个恶果道世间呢 大学毕业后 事业不顺 工作的事业都会遇到小人 双面人 绝对自己已经很用心在工作了 在一次被排挤逼迫离职的状况下 我无意中不知从哪边看到借邪淫的文章与功名 事业的相关性 真的很感谢分享的作者 不管是失败的或成功的 让我有所如获至宝的感觉 可以纵观我这十五多年不顺 就是因为犯邪淫 主要是看黄色的漫画 黄色电影 易淫 并莫有实际上跟其他异性乱来 是因为我魅力不够胆子又小 真的是很感谢 还好我为犯下与他人实际淫乱罪业 但是这也让我分享一下新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你新的这个念头起来 可能是跟实际去做差不多的功德或者是恶报 为了感谢分享好文章 圣贤文章的人 我开始做了部落格 做了一些鼓励正念正行的文章图文 在此补充以前小时后非常的想学习钢琴 总是很羡慕同学 三十几岁还是想去学钢琴圆梦 但建立自己的部落格后 我发现我的天赋不在音乐 在绘图 设计 写文章这方面 顿时对学钢琴这件事情的支柱完全放下 或许要发现 善用 珍惜自己的天赋 老天爷无意中会让你放下对某些事情的支柱 善之时要很多网友的帮忙 才能够建立起来 社会上才有更多的正知正行的好文章 在网络上广未流传 父母在小孩子使用网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现在真的太多擦边的新闻的 也许这就是人类的贡业 为何人类总是喜欢一些煽情 暴动 夸张的标题 这个世界需要每个人都付出一点善行善言 才能把这一股强大的邪淫之气扭转过来 感谢每一位认真经营圣贤网站 还有谢谢分享文章的部落格格主或是影片主持人 因为宣传佛法 宣传界邪淫 是一件吃力不讨好 而且又可能会被笑迂腐迷信的一件工作 而且还无心 我这里提无心 不讲无常 是因为我相信有累积因得福报 只要去做宣传正知正念的事情 冥冥之中佛菩萨真的都会来帮助你 不管是让你找到更适合的工作 让你有更多时间 经营圣贤网站 或是让你有更多灵感可以发挥 或是让你的天赋发挥到极点 总之如果有实行的人 应该能体会 冥冥之中好像都有注定 感谢佛菩萨 让我现在有一份好工作 虽然是小公司 但离家近 准时上下班 公司莫有表面假加班的风气 中午还能有好吃的素食便当 厨余处理 洗碗筷处理都很方便 之前的被排挤离职的经验 虽然不好 难过 气愤 流了很多眼泪 但莫遇到这大恶爆 我又怎么会接触到佛教 了解邪淫之恶 人呐 如果能在没有恶爆的情况下 就能坚持正知正念 不犯邪淫过 不犯口业过 未来就不用长寿一些果报 但事实上 人常常都是被打了 才知道痛 希望每个看到有缘圣贤文章的人 都能少走人生弯路 能不犯入 不犯入 能不犯入 不犯入 才能不犯入 不犯入 从不犯入